怎么好看啊 就是不知道上手效的怎么样 你借个东西娃娃 这傻假傻 对啊 哎呦喂 这么搭 你别笑 啊你要吓死我你 来来来带上带上 干什么呀你啊 记录一下你的日常生活 要 粉丝不是想看你的日常工作吗 那你这次还是蛮积极的 要必须的嘛 这一批 那批你不要去帮我炖我装好了 我看你后面还有那些高货 你准备干嘛 那个高货我刚刚整理出来的 一会我帮他放到那个保险柜里面去 那这批是今天要准备要发货了 对啊 这批是我那个湖北大哥 他给我拿了一批货 他那边缺货嘛 他们那边实体店没有货了 让我给他发IP过去 我看现在手镯品质 这手镯品质怎么样啊 这种 这边啊 这一批他什么品质都有 然后他给我拿这一批的话 总的下来一只打下来也就几百块钱一只 因为他拿的量比较大嘛 你四十九我批发了 对啊我给他批发件啊 那单只 单只是不是要贵 单只那肯定价格要高啊 十四 七点六 因为他这种单只轴好 从最便宜的便宜的几百块钱到一个大百再到一个千数都有的 十二 十二 真好看啊 十二 就是不知道上手效果怎么样 哈哈 上手效果 来 给你借个东西玩玩 这傻 假手 傻 对啊 哎呦喂 这么大 你别笑 当年怎么啦 人家那手都不嫌弃你 你嫌弃人家手 不敢要不敢要 来来来来 哎呦 上手给你看 这个角度吧 这个品质还是比较好呢 这个他比较完美 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条这条 你倒是有眼光会拿啊 好看 这条他是一个西能化进冰的 小素条子圆条子的 还是比较蛮漂亮的 他是属于那 呃比较适合那种年轻一点小女孩去佩戴他也是可以的 好看 他不挑啊 比较百搭的这个圆条子 这个我也没有登记过啊 你从哪里拿的 这个没有 他没有我从 从这里拿的 嗯 一会我登记多了 那这种呢 9.7 9.6 对啊 陈文姐 9.7 9.6 等一下 这种 这种他是那种颜色比较深一点的 他这里飘的是那种深兰花 很深的那种深兰花 像老人嘛 这种镯子就比较适合老人去佩戴他了 老人就比较喜欢这种颜色深的 我上上手给你们看 而且他的圈口刚好也是一个大众圈口嘛 老人他的骨架会比较硬一点 所以的话这个圈口也是非常合适的 包括送人啊 给自己妈妈带啊 都是可以的这种 嗯 嗯 像这种的话 一般在一个五六百这个样子能买得到 然后像这种品质你要说拿到那个外面实体垫上的话 差不多也要一个两到三千块钱左右 这么贵啊 他看品质的嘛 你也是这个的话他在里面当中品质算是可以的 嗯 还贵你懂不懂过你 要不要帮忙 五十五点六 帮什么忙我都统计完了 你现在才来我早早的就喊你过来了 来来来来来来 我递给你我递给你我来装 来 装了以后给那个大哥发过去 那个大哥一直在催我 你自己看到你不会去洗一下你让我去洗 你自觉一点行不行啊 太胖了 刚才你上来的时候那个发货部的小陈在不在 没注意 一会我下去找他 应该是 一会把这一批货拿下去给他发一下 这张纸给他插进去 待会要统计 发个图片过去给那个大哥 走吧走吧 我们拿着这批货拿过去给那个 小陈帮我发一下 小陈 你帮我发一下这批货 你那些货都发完了吗 发完了 还有这批货你也帮我发一下 然后我把地址发过去给你 你仔细一点啊这个 不要帮我弄乱 这个货比较多 弄错了就不好了 这批货我帮忙啊 你帮什么忙啊 放心吧 都弄完了你帮什么忙 你还有什么事吗 没有啊 没有去工作吧 你别跟着我了 我是双双 好事成双的双 记得关注哦 好事成本 好事成本 好事成本